看一串好像姓林的 比較多一點 准隔壁林權公布 售破八位內閣名單 姓林的多打四位 包括副院長林喜耀 政務委員林萬億 以及林美珠 立定衛福部長林奏妍 則會出席五月侍衛大會 發言人同政員 則還在國外無法到場 也跟媒體有 過去有很好的一些 人脈和互動 所以我們認為 他的在表達各方面 都非常不錯 這是我們找他的原因 擔任林權內閣發言人 同政員2006到2008年 曾經是陸委會副主委 兩岸專長難道是考量 未來林內閣 服貿貨貿與大陸談判 同政員都能給予意見嗎 同政員有沒有兩岸用機 我覺得這個想法過濾了 這個是你提醒我 他有這個功能 不過我應該這樣來講 我們很期待跟兩岸之間 有一個很好的互動 我們也期待未來政府 在兩岸之間能夠 就是盡量能夠 跟對岸維持一個 盡量去改善關係的 這樣一個態度 不過這個部分 就是基於雙方之間的善意 新政府政務委員 施俊吉負責督導 經濟談判等TPP業務 許章瑤則是主計財政 零萬億專攻年金長照 張景森曾應向經濟部提出 換降電價而異 我說可以啊 你去協調 協調其實我本來是認為說 應該透過立法院協調 我沒想到他這麼勇於認識 他就跑去找經濟部協調 另外前嘉義縣副縣長林美珠 則是負責轉型正義工作 還是蔡英文表姐 林全強調並非蔡英文推薦 而是專業考量 曾經說過我們不會期待 未來政府在我來臨之後 有任何一天的蜜月時間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接手 是能夠順利的 臨場會前公布首波內閣名單 林全特別說 張善政是正職的人 接任人選底定後 替深度政權交接鋪路 下坡原事下週六底定 和蔡英文兩岸外交國防原事 誰比較快亮底牌 替深度政權交接鋪路 下坡原事下週六底定 和蔡英文兩岸外交國防原事 誰比較快亮底牌 林全開玩笑 小英一向績效高 自己有自己的步調 記者金煥紅 林家園 安翔組 台北報導